如果被困在冰天雪地中该如何自救 记住这些生存技巧 将来一定能用得上 本期黑处将在零下40座的北极圈传行 并带回来200头驯鹿 在极寒的环境中行走 首先要注意的是保持干燥 如果衣服潮湿 很快就会冻成冰甲 这可能会要你的命 黑处有个小技巧 就是利用地上的粉雪 粉雪含水量少 松软干燥 用粉雪在外套上摩擦 可以快速让外套变干 但掌握这些不足以在极寒环境下生存 因为随时可能会遇到河流 虽然地处北极圈 但有些河因为水流湍急 并没有完全动作 它们隐藏在冰盖之下 稍不注意就可能掉进河里 黑处需要拖着雪车 跨过面前这条河流 先要找一个锚点 把安全绳绑在上面 可北极圈的大雪早已经把石头盖在下面 这时黑处的方法就很受用 他挖开一个大坑 把雪压实 直到雪坚硬的像块石头 就可以把绳子绑在上面 还要在上面盖一块布 这样可以分散绳子的压力 接着就是过河 因为被冰雪覆盖 黑处并不知道这条河有多宽 只能小心翼翼地向后退 但还是不小心掉进河里 这种温度下 掉到水里的滋味可不好受 黑处的下半身完全湿透 要赶紧在太阳落山之前 找到一个能休息的地方 把衣服弄干 他选了一块比较平整的地面 开始挖雪洞 虽然也是住在雪里 但雪洞能隔绝外面的大风 能在冰天雪地中起到保暖的作用 黑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凹过了一夜 好消息是 湿透的衣服已经干了 但坏消息是 衣服手套已经冻得硬邦邦 这让新一天的旅程更加艰难 第二天又刮起了暴风雪 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 现在黑处已经无法忍受寒冷 他必须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生活 好在是雪车能让他节省一部分体力 遇到有坡多的地方 还能滑行一段距离 问题是现在连食物都没有 黑处只能挖开厚厚的积雪 扰到积雪下的植物来冲击 天气越来越冷 黑处的胡子都已经结冰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不能住雪坑了 必须要在夜幕降临之前 搭建一个临时雪屋 冰天雪地中的枯树非常有用 黑处将它们砍下立在地面上 然后在上面盖一层帆布 一个简易的雪屋就制作完成了 但是在冰天雪地中 如何找到食物呢 两天时间 黑处只吃了一些草 如果再找不到吃的 它根本熬不过去 北极圈游中鸟 晚上会聚集在枯树下取暖 黑处要在这里设置一个陷阱 用枯树搭建一个篱把 在缺口处留一个线圈 如果鸟从这里经过 会被线圈捆住腿 现在能做的就是生活等着猎物上钩 第二天一早 黑处就去查看自己设下的陷阱 它的简易陷阱还真的管用 真的有一只鸟被线捆住 虽然已经冻得硬邦邦 但黑处还是决定给它生火取暖 贴心地把毛全拔下来 放到热锅里加热 没过一会儿就能吃了 虽然没有葱姜蒜 但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吃到肉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吃饱喝足之后 黑处就要完成它的最后一个目标 追捕迅鹿 一只成年雄性迅鹿重达700磅 要强控制住它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黑处打算用绳子缠住鹿角 经过一番搏斗 黑处终于制服了它 但黑处没打算吃掉它 它要利用这只迅鹿找到鹿群 接下来的旅程也算有个半 晚上扎营的时候 黑处还贴心地给迅鹿系上铃铛 这样能防止晚上被其他野生动物袭击 可铃铛声却折磨了黑处一晚上 它总担心迅鹿被吃掉 挤来了好几次 但好在迅鹿安然无恙 现在多了一张嘴 黑处除了要照顾自己外 还要给迅鹿找吃的 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 黑处拉着迅鹿终于找到了鹿群 现在它的压力更大了 要带着这200头迅鹿回家 这会更加艰难 虽然处于北极圈 但危险无数不在 黑处要保证鹿群不被野生动物袭击 可200头迅鹿不是个小数目 第二天一早 黑处就发现一只小迅鹿被咬死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黑处把这只小迅鹿吃掉了 最难的是这里 黑处要带着鹿群穿越一片结冰的湖泊 如果湖面哪里有缺口 这200头迅鹿 黑处可得吃一段时间 幸运的是 它和迅鹿群 安然无恙地走过了结冰的湖面 剩下的路相对简单 黑处可以坐在雪车上 让迅鹿拉着它走 在无尽的冰原上 赶着200头迅鹿 是一件非常有成就的事 经过6天的超长旅程 黑处成功完成了北极生存挑战 并成功将200头迅鹿赶回了目的地